如果这么医保在美国 你随便看个医生可以倾家荡产 这里很奇怪 我在国内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 我在美国可以说一次也没见过 有粉丝好奇问我这个问题 说是美国这边的孩子 是否也是三天两头感冒 咳嗽什么直远体感染啊 确实美国跟国内小朋友 这方面的情况还是有很多差别的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美国得知的敦敦妈妈 要说美国的孩子 是不是三天两头感冒发烧咳嗽这些呢 其实也是有的 但是不是真的就三天两头 我觉得那也不至于吧 可能每个家长对于这个词 有点理解不一样 我家孩子就是刚感冒没好几天 但同样是感冒发烧了 如果在国内的话 我肯定是第一时间会把孩子 送到医院去看医生 看点药啊什么的 有些家长甚至会让孩子掉瓶水 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 但凡有哪点不舒服 做父母的都是心机如焚的 赶紧找医生去看看 但是在美国 这些做家长的做法就截然不同了 像孩子平时生病啊感冒啊 基本上都是连药都不让孩子吃的 我说句老实话 美国的感冒药具体又哪些 我都不知道 因为来了十年了 我一次都没有买过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是靠自己的抵抗力来扛的 不像在国内的时候 像光感冒药啊 就几十种可以说 可选范围很广 我不认识的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认识的朋友啊 还有像我们家 真的就是基本上都是靠自己扛 但如果像孩子发烧呀 或者咳嗽 就会用上退烧的 还有止咳的 还有退烧贴之类的 我们家备用的那个退烧贴 就是我这次回国的时候 国内带过来 因为国内比较便宜嘛 反正就是如果是发烧的话 喝的贴的都用上 一般几天就好了 咳嗽呢就是买那些止咳的 然后扛一段时间 它自己也就好了 是不是听起来 觉得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心很大 其实不光是孩子 像我们大人也是这样 我们来美国十多年了 孩子今年八岁 只去过一次急诊 也是因为孩子调皮嘛 在学校把那个这个地方 脑袋磕了一个大包 然后多云爸又特别担心 给他挂了个急诊 结果人家医生看了眼 就说没事 但这都有大半年了 账单还没有收到 有人跟我说美国挂急诊 账单报销完 基本也都是一千多美元 像我们这种情况 就是医生看了一眼 就说没事让我们回去的 这种情况 我觉得在国内 估计也就收个挂号费 十来块钱而已吧 如果在美国 你不看急诊的话 不管其实什么问题 像感冒发烧啊 什么 磕了碰了的这种问题 都是要预约的 那等轮到你 你基本上也就康复了 所以美国看医生 可以说是非常贵 而且要预约很久很久 才轮得到你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不愿意 随便去医院的重要原因吧 说改了 还是国内太方便 而且价格大家都能接受 像我上次说的 那个拔鱼刺那个问题 在美国如果你没有医保 那个留学生 如果在没有医保情况下 收费是八万八千美元 就算医保报销完 也要收一千多美元 我看评论区很多 国内的网友跟我说 国内拔个鱼刺 也就几十块钱 有的甚至更低 说几块钱就可以了 但美国还有跟国内 不一样的几点 就是美国它地广人稀 大家住的都比较分散 在我们这个小区就是 这个小区 然后那边那个小区 隔了中间这个高尔夫球场 才能走到另外一个小区去 所以大家住的都是 比较散的 互相之间接触的 机会也不多 我们家孩子基本上 每次不舒服 可以说都是从学校带过来 然后再传给我跟他爸爸 其实这个也是没办法的 只能靠平时多运动呀 都从维C来增加抵抗力了 还有一点不一样的 就是估计你们想象不到 这里很奇怪 我在国内经常见到 那种现象 我在美国 可以说一次也没见过 国内不管是什么小诊所 或者是三甲的急诊 基本上都坐满那种 坐在一个凳子上 然后树一个杆子 吊着水的那些人 甚至国内有那些小诊所 都会安排一个很大的房间 然后摆上很多凳子 然后这一块区域 就是专门做吊水的 一人一个凳子一瓶水 也是挺壮观的 我从小到大没有试过吊水 一直有个疑问 真的感冒 吊个水就马上就能好吗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欢迎有吊个水的小伙伴 可以帮我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在美国的医生 他的做法就不太一样了 我一个朋友 刚从国内到美国的时候呢 因为感冒咳嗽 他就去找医生 没想到竟被医生打发走了 说你自己去药店买点那些药就行了 在美国还真没见过谁感冒发烧 去诊所吊水的 然后回到粉丝问的这个问题上 总结下来就是 美国的孩子也是会经常感冒发烧 咳嗽各方面不舒服的 这些都会有 因为你只要接触人群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至于是不是支援体感染 那就基本上没有人知道 因为没有人会去 因为这种常见的问题去 跑去检查 去一次哪怕是一些常见的 一些小问题 就算你有医保 报销完也是要大几百 或者一两千美元的 更别说没有医保的那些人了 如果真没医保 在美国你随便看个医生 可以倾家荡产 这句话真的不是玩笑话 在美国医院去不起 一些常见的小问题也没必要去 你还别不信 大家真的就是靠自己的 抵抗力去扛的 欢迎各位小伙伴 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 我看到了都会一意解答 当然粉丝是优先的网 视频制作鼓励也辛苦 各位点赞点个关注 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